前面這一棟是秀宮 秀宮 這條巷子是那個麥當勞的後面 啊就是麥當勞後面跟秀宮的那個旁邊 這條巷子 其實台灣的補習班喔 非常的那個昌盛喔 全盛時期其實 比現在還多很多 不過 啊 啊 因為種種因素好像補習班已經有些減少了喔 啊 尤其是那個 英語補習班 英語補習班 我們這邊好像很少看到日語的補習班喔 很少很少都是英語喔 現在聖誕節到了齁 啊他們就有一個聖誕樹 好來我們看一下街景啦齁 這邊還有一家叫有購省團購 這邊還有一家叫有購省團購 來大家看齁 那個 舊的山河院 舊的 啊前面 就是把它拆掉 然後剩下後面一點點 啊前面就是蓋樓房了齁 所以這種山河院慢慢的會被 慢慢的給 整理起來齁 啊都會被那個淘汰掉 所以 現在有很多也在保留這種 山河院的建築的影片也很多 來我們繼續齁看一下這條街 啊 啊 不然會不會 他有些那個房子喔,已經改建了,建的蠻不錯的感覺 這裡也有一家叫火鍋,火鍋齁 老仙傑火鍋 記得齁,這是在秀宮的旁邊齁,麥當勞後面的那條巷子 阿剛剛的補習班有託譽,那個這個是有託譽 阿這個是目前很流行的喔,目前很流行的叫做自助洗衣 我在彰化在秀水看到好多家,好多家 其實還是有鄉下的風啦齁,但是也有一點點那個小市集的感覺 阿這邊又一家那個妹補習班 這邊也有安親客,所以你看 好,這裡還有一個叫那個山河院的山河院 好,這裡還有一個叫那個山河院的山河院 你看 這個不記錄下來齁,像那個前面那個給挖掉的話 以後就看不到這種,舊式的建築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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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體來講,還是很鄉下風啦 這個建築就是那個舊式的木板門 比較老舊了 所以他是新的建築跟舊的建築都融合在一起 這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,叫長照中心 他對面就是小孩的天堂 這時候剛好是小朋友要放血 好可愛 啊,也很有那個聖誕感覺喔,聖誕風 這種市立幼稚園應該很貴 一個月應該也學費的話應該也蠻多 你好,我poYouTube啦 我po上去YouTube啦 我自己有影片庫啦,我讓觀眾看而已啦 我就介紹這條街,謝謝 好,影片到這邊結束,謝謝